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杰新科技的CA1工程师Celia 现在继续为各位介绍HyperMesh指令与操作 今天的指令与操作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到我们的Pyramid 5 也就是我们的金字塔形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金字塔形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下面的话是一个四边形 那它上面是一个这个锥状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总共的节点数的话 就是有五个 因为在这边的话它是一阶的一个Element的一个形式 所以它总共有五个Note点来进行组成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Pyramid 5的这个Element 它是如何来进行形成的 就是如果我们在进行我们的2D网格的一个铺陈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是使用像是我们的四面体 或者是我们是使用我们的三角形和我们的四边形的部分 那它在底边的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四边形的一个形式 那如果我们在进行我们的3D网格划分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到我们的这种四面体 我们是选择我们的四面体的话 那它在表面的部分它是我们的这个四边形的部分 那我们又要让它长成我们的四面体 那它在我们表面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过渡它就会用这种金字塔形来进行过渡的部分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如果有这种金字塔形的部分的话 其实都是我们比较不喜欢见到的一个形式 那有的时候我们宁可把我们这个表面的这个部分 直接把它切开成三角形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得到两个四面体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一个金字塔形切成两个四面体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在HyperMesh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的表面网格我们已经铺成完成了 那如果我们是铺成我们的这个四边形的话 比如说我们进来我们的TetraMesh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TetraMesh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选项 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种 Simple Pyramid 跟我们的Smooth Pyramid 那在最下面这个选项的话 就是可以将我们的这个四边形 切成我们的三角形的部分 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三 这个表面网格四边形的部分 它直接帮我们切成三角形的部分 如果大家是不希望这种金字塔形来进行出现的话 那就建议大家选择这个第三个选项 把我们的这个表面网格的一个四边形 形式切成我们的三角形 那我们在进行我们的3D网格划分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再看到我们的金字塔形的一个形状 因为这种过度的一个金字塔形 其实跟我们在前面有介绍过的这种三角柱的这种形式 其实都是我们比较不喜欢见到的这个形式 我们还是比较希望有比较单纯的 像是我们的六面体或者四面体来进行我们的网格划分 来做我们的3D网格的一个组成是会比较好的 那今天的Pyramid Element 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我们的这个 虽然我们比较少会使用到我们的Pyramid Element 大家还是要对我们的Pyramid Element 有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那今天的止语操作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 再见